购买豪华品牌中大型轿车的都是些傻人 工作狂人 中年男人 被生活磨平棱角的人 作为雷克萨斯ES车主 曾经在用户运营领域有深入研究的我 受到这样的灵魂拷问 这激发我一定要做这项用户调查 我发现大部分人对奔驰翼宝马5系奥杰16雷克萨斯ES的用户 不解脱身 过去我们认为买奔驰的都是大老板 其实这么多年来已经从长辈口中的大奔 到如今年轻人口中的老派豪华品牌 但唯一不变的是奔驰用户对星辉标的信仰 星辉标的数量发不发光 力不力标 一尾标的数字是几 决定了你是什么level的星辉族 去餐厅吃饭 奔驰用户大概率会点奔驰火锅 有趣的是奔驰翼用户喜欢晒内饰 让你去猜他们的奔驰型号 当然这也说明大部分星辉族喜欢奔驰翼的内饰造型 和64色氛围灯 但同时奔驰翼用户还喜欢对内饰重新包皮换颜色 在生活里奔驰车主更喜欢奢侈品 钢琴 骑马 能看出他们对高端生活的追求 甚至奔驰翼由于后三脚窗与车门分离的设计 长得像奔驰S麦巴赫 也是他们的购买理由 宝马武器用户则有点双子座属性 他们欣赏宝马的运动基因 却最终因为后排空间选择了武器 颜色也是宝马武器用户的关注点 并且与奔驰翼的用户喜欢换内饰颜色不同 宝马武器用户更喜欢给车身改色模 一个月黄色 一个月红色 能看出来 宝马用户的性格更跳脱 更浪漫主义 除了车之外 宝马用户还喜欢购买宝马周边产品 公仔 水杯 旅行箱 可见宝马品牌的用户粘性是非常高的 与奔驰用户用镖彰显身份不一样 他们喜欢用更年轻更俏皮的方式来彰显身份 日常生活中 武器用户则更像白羊座 不是在摄入热量 就是在寻找美食的路上 不是在消耗热量 就是在去运动的路上 与前两款车不同 一直被称作登场的奥迪 主场不在白天 而是在黑天 买奥迪A6的用户更喜欢在黑暗中展示内饰 奔驰翼用户喜欢丰富的氛围灯颜色 奥迪A6用户则喜欢更有科技感的触摸屏幕 俗话说 开宝马坐奔驰 买个奥迪它拖了值 A6的另一部分用户则是务实派 他们会对比价格配置 记录每一次维修保养费用 对他们来说 奥迪是非常趁手的出行工具 在所有展示中 奥迪A6也是外观颜色最单一的 不是黑色就是灰色 这些耐脏百搭的颜色 白A4 黑A6 果然名不虚传 被误解最深的车就是我的车 雷克萨斯ES 被贴标签 中老年人用车 精打细算 大于享受生活 第一个标签 完全是因为一次北美市场调研 以及国内大灵制 在6070后心目中拥有绝对地位 第二个标签 主要是因为丰田的混动技术 确实胜优 再加上雷克萨斯二手车保值率惊人 所以大家都觉得 雷克萨斯ES用户 是精打细算之后做出的选择 调查中显示 雷克萨斯ES竟然有很多女性粉丝 打开小红书 你会发现 雷克萨斯ES提车作业 不是中年男 也不是神算子 雷克萨斯ES的含解量 甚至不输mini保值节 女性粉丝多 可想而知 购车理由中被提及最多的是外形好看 车主照片更注重周围环境和车的融合 坐进车内 舒适性也得到了车主多次认可 比如雷克萨斯ES内饰的配色 最受欢迎的是查破宗和秋山丽 以及新款新增的柴染竹式版 用户认为这种淡雅的配色 犹如东方水墨画苏州园林 配合马克莱文森音响 通缩气氛 让忙碌一天的身心彻底放松 其次是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 多位用户对雷克萨斯ESLSS加 智能驾驶系统表示肯定 定速巡航和道路辅助 走高速非常舒服 路线偏移 方向盘会震动提示 塞车跟随前车时一点不累脚 甚至有的用户在选车时 对比同级竞品后 最终因为了解到雷克萨斯ES 具有分系交通参与者意义受伤程度 以及辅助刹车和紧急避让功能 最终选择购买 他们认为这种配置设定 更让人安心 以人为本 还有上一代雷克萨斯ES车主 在得知雷克萨斯新款ES 升级了多媒体系统 车联网服务之后 依然选择了雷克萨斯ES 除了车之外 姐姐日常关注最多的是 宠物 美妆 电镜 油画也是一部分用户 展示了兴趣点 看来雷克萨斯车主 不光年轻还热爱艺术 这和北美市场雷克萨斯车主 大多是中年人 形成鲜明对比 雷克萨斯ES奔驰E 奥迪A6 宝马武器 他们都是豪华品牌 行政机轿车 但现在你还认为 他们的用户 都在一个圈子里吗 奥迪A6用户 不会关心氛围灯 有几个颜色 奔驰E用户 不会关心车身 是钢还是铝 宝马武器用户 不会关心驾驶乐趣 雷克萨斯ES用户 不会关心有没有家常 所以再也不要说 开什么车的 都是什么人 我的上一辆车是 但我从不